大家好,歡迎回到不正常研究所 這一集的題目 都是繼承上一集和大家說喪屍 說起我要少少說上一集的喪屍 大家有沒有留意封面呢? 大家可能這個封面,我很怕大家會想錯了旁邊 以為Larry喜歡美女,所以放了一張美女照 以為我不知道是在這裏騙視訊 我想跟大家說,這不是騙視訊 美女是喪屍 而詳情,美女如何變成喪屍的 就是Facebook的一些宣傳短片 看過朋友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沒看過就算了 總之你要記住,美女是一個喪屍 不是我吸引大家看的乖羊頭賣狗肉的影片 好了,先說到這裏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是喪屍 大家亦都記得我們上次說過 是會有下集的,亦都會說到喪屍三原則 在喪屍三原則裏面 黃天上集跟我們說了 就是喪屍究竟它的緣起 三個假說 今天我們會再詳細解釋多些少少 所以大家可以聽回黃天細心的演述 好,還是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幫助點讚 以及免費訂閱我們頻道 多謝大家 黃天,你好 你好,Larry 你是不是有些事先在開始的時候 有像我這樣 跟網友說一聲 其實這套電影 其實原來 2011年那一套是前傳 為什麽呢 我錄完之後 我自己又拿來看回 好像回避一下 看完 原來它不是復刻 八二年那一套 原來它是前傳 然後八二年那一套 你可以這樣想 叫做第二集 你可以看了2011 之後才看八二年那一套 其實兩套是有關係的 是的,就是這樣 這個沒問題 因為你見以前 星球大戰 我們還是先看了四五六 接著又一二三 大家時間先回合 就可以了 是的,沒錯 好,黃天 我們今天 繼續回我們的話題 就是上集我們講到 喪屍的緣起 喪屍的緣起 我們會講到 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我們經常講 是感染 然後一個是附體 然後一個是寄生 看看我有沒有撈亂 可能我也撈亂了 你可以今天跟我們講多一點 上次我們都講了 其中一個就是一個 無術 無術 令人變了喪屍 今集還有些什麼 喪屍的其他例子 等等的事情 好 那我們 直入 直入就是講 我們講病毒 好嗎 病毒應該我想是大家 最為熟悉的一種情況 就是其中一個系列 喪屍病毒的起源 當然喪屍的起源就是上一集的武術 但是它的改良版就是病毒 怎樣會改良做這個病毒 就是從風狗症的主意 開始的 風狗症的症狀就是發熱 發燒 意識模糊 流口水 幻覺 狗會有幻覺 或者它富有很強的攻擊性 這些等等 其實你會把喪屍片放進去 那些人都是這樣的 好了 這個風狗症 其實它就會對老暴 就是對動物的老暴 產生了一個嚴重的怒嚴 過去風狗症其實是有傳染人類的 其實每年都有錄得到 大概是五萬九千個人死亡 在風狗症那裡 其中有40%的發病率 其實是15歲以下的兒童 就是兒童比較糟糕一些 它們感染的途徑 其實是爪傷和咬傷 所以其實都是 基本上是和我們現在看到的 喪屍片的情況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它會感染到的 可能是人 像貓、狗、馬、蝙蝠、熊癮 其實基本上大部份 暴雨類的動物 都有機會中招 Larry 你覺得這個情況 好像我們看一些喪屍片 我們通常看 要是咬要是爪 總之是外傷 由外傷到入內的那種傷害 是啊 沒錯 感染途徑是這樣 還有那個發病的 他們會變成攻擊性 那些都是很相似的 好了 這樣說 這個有沒有可能會成為 人類的一個 喪屍的病原體 其實我大膽這樣說 應該是不會的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一個新的病 那你這麼久以來 其實它都沒有大規模感染過 在人類當中 那 所以呢 還有還有一件事 它是有 現在已經有疫苗了 還有也有針藥 是可以 就是你中了招的時候 就可以有針藥去醫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件事 我們反而是不會太擔心 但是要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叫做病毒去到感染的情況 我們就發現了最新發現了一種叫做 Pyron蛋白 蛋白就並非病毒 是不等於的 但是呢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說到病毒是 這個Pyron蛋白其實都類似 那它就是一種叫做 暴雨淚 動物 傳染性 海綿狀 腦病 是一種腦病來的 那它類似就是什麼呢 就是蜂牛症 阿滋可蜜症 柯金順症 神經腦退化的疾病 等等 這些都是Pyron蛋白去造成的一個感染 而這種蛋白呢 其實它就是可以自我複製的 而且它也都是入侵了腦部 就成為了 將腦部成為了海綿體 現在就像這張照片那樣 一個腦的素描 海綿體穿了孔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這一種蛋白 sorry 這一種病 當你感染了之後 其實是沒有得意的 暫時到現在都是沒有得意的 那 好了 我們講講一些案例 蜂牛症 那蜂牛症 其實都是Pyron蛋白的其中一種 那它在1996年3月20日 英國就首次發現人類感染這個蜂牛症 那蜂牛症呢 它的感染途徑呢 就是食用 你是吃了有蜂牛症的牛 那你就有機會感染到這一種的Pyron蛋白 那它們的病徵是怎樣呢 其實反而這個病徵就不像喪屍的 就可能競聯啦 四肢武力啦 就是抽筋啦 其實它們走不了的啦 可能就是 扑扑扑扑的這樣啦 還有 全程呢 都痴痴呆呆的啦 那基本上呢 是沒有什麼意識的啦 其實已經是 令到你的腦 那個控制你自己的能力 都是沒有的 那蜂牛症怎樣來呢 蜂牛症其實呢 其實是 這個 當時呢 他們是把那些牛 他們自養牛的那些人 就把那些牛的骨 和那些骨髓呢 打碎了 和那些骨髓 和那些骨髓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牛骨髓 牛骨髓 就是牛最需要 成長的其中的一種 就是營養來的 那它打了下去之後呢 那它們就會生得快些 就是成長率會高些 那 那問題就在這裏 那牛可能沒事的 但是你將一些 不斷吃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將很多不同的牛的骨 那些東西全部打了下去呢 它們自己吃回 因為它們其實基本上 基因相類似 那這樣的情況下 那蛋白 因為其實你骨髓裡面 都是這些蛋白 那它們可能在身體裡面 有變異的時候呢 那就會令到 那隻牛呢 就出了這個問題 就是P黃蛋白 導致到那個牛 出了蜂牛症的問題 那 那 在這裏呢 你照樣看呢 就 傳染性呢 就不高的 因為是由食用開始去傳染的 還有它們那個 變了出來的那個情況呢 都是弱化的 就是只是令到那隻牛慢慢去死的 那最重要的現在是說新的一件事了 就是2019年1月的時候呢 美國啊 在24個州呢 還有加拿大 有兩個省 都出現了喪屍錄 那蘿威啦 芬蘭啦 韓國啦 都有錄得少量的感染 那 而這一種感染呢 那 那 我們當時 真是 我們沒有可能 未必有太多人去知道這件事 那 那 都是由P黃蛋白 去一個變體變成的 那 那 那 它們呢 這個叫做 慢性消耗型疾病 這樣呢 簡稱就是CWD 那它的病徵是什麼呢 就是狂吃東西 那隻鹿 那隻鹿會狂吃東西 但是它是吸收不到營養的 它會報收 還有會爛肉 那些皮膚會潰爛 流口水 還有副攻擊性 那這一種病徵呢 就像喪屍啦 就真的像可能瘋狗症那種的情況 那它們的感染途徑呢 也都改變了 就是最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說 它雖然都是P黃蛋白 蜂牛症就是通過 食回同類去感染 但是正常牛是不會食回同類的 是我們人搞出來的 那所以如果你不搞這件事 它們是不會傳染 是沒有這件事再發生的 那 但是呢 這個鹿的喪屍鹿呢 這次這個變體呢 是由蛤液 血液 是可以 可以去傳染到其他的鹿的 那所以呢 當時呢 在19年的時候呢 那些的 我說24個州呢 是有喪屍鹿出現的 其實它們是野生的 而不是被位置的 那就是說它們在正常社交的狀態呢 它們是會互相傳染 那這個就非常之似 我們現在那個 真是人類就是拍電影的喪屍那個傳染途徑 那當時呢 在2019年2月15號呢 就是名利桑達州大學呢 那個傳染病 研究與政策中心的主任 Michael 當時他發表了一個言論 他就說 人類正處於可怕及未知的狀況 人類也有可能受到CWD的攻擊 它也 這一種蛋白也有權繼續變種 那所以這件事呢 是反而 我們覺得 最 接下來可能最有機會 傳到給人 變成喪屍的一種 一種叫做蛋白 它不是叫病毒 一種蛋白 聽完之後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就 有些恐怖的 恐怖的就是 你這種蛋白 第一 你這種蛋白因為 一個很複雜的一個結構 它裡面會牽涉到一些變種的問題 那你說如果它是不停地變種 好了 我解釋你這個蛋白 那我們去用一些疫苗 或者用一些東西 去抑制你那個成長的機構 首先你對它的結構有認識 你會對它來說 它產生化學反應裡面 可能需要一些受體 即是receptor 你去改變它的行為 理論上就可以令它滅絕 但是如果它會 即是不停地演變 它會演進 它會有突變 在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你是有千千萬萬個可能性 但當然 以我們大家都知道 無論任何一個突變 其實有一個好和不好的方式 就是不好就是你不知道它怎麼變 但是好的呢 通常的威力會一直減下去 如果是真的這樣的話 就會好些 所以聽下去 其實就有點恐怖 不過我相信 如果未去到失控之前 就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 也不一定是很大的事 我部分同意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說 那個病毒 如果是病毒 比如可能我們在說2020年的病毒 它一直弱下去 是因為它需要一個生存的空間 如果我搞死了宿主 那宿主 那宿主 怎麼說 就沒有辦法幫它去繁殖 所以它可能 它要 總之我要你感染 好像雙方感冒 那你總之幫我散步開它就可以了 但是這種蛋白的問題就是 如果它真的好像喪屍錄那樣 的情況 就是傳了給人 我怕它未必會自我去減弱 因為它那個感染性 那個感染途徑 其實它沒有令到你很快致命 或者各樣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它那個傳播力 可能可以很強 那當然這些是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看回 我們看回《喪屍》這個電影 好嗎 我們看一看《絲殺列車》 那其實《絲殺列車》 大家可能有看過的 都 它 它開頭都是用一隻喪屍錄去做開始的 那就是現在這隻喪屍錄 那我就覺得其實 這個 喪屍錄都是有一些玄機的 就是為什麼它會找它去到開頭呢 那其實是否其實它已經知道了 有這種彈法的可能有機會變體入侵入類 那可能是這樣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 但是這部電影也有趣的 你好像有些看法國 有些見解 對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部電影 不要只看喪屍 因為整部電影 你看見東方人 總是有些其他訊息 例如大家知道韓國人 一定會用愛來做題材 它就說 例如說 丈夫對妻子的照顧 爸爸對女兒 他覺得很虧欠 對太太 所以到最後 他們都總是做補償 那我就看到 我自己是爸爸 所以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很感動 亦都覺得 去到最後 就算是一個很壞的爸爸 其實最後 都真的會為他們子女 做最後一分的保護 就算見到 整部電影的精神 就是一個自私和犧牲的精神 一個很大的反差 這個對比 就是人性的光輝 在這些情況 如何發生 很哲學的 科學的事情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理解 是 ok 都是的 未看就可以看看 我們不如說 這裡暫時告一段落 那個叫做病毒 我們就跟著說寄生系 寄生系有個真的要讚的 他已經預示到我會說什麼的 網友 在那裡留言說 有這個蝸牛 這個七彩蝸牛 其實它也是一種真菌類型的感染 然後這個你看到很肉酸 好像有一條蟲在眼上 就是那條竹鬚 然後就是冬蟲夏草 其實冬蟲夏草 我們用的這些中藥 其實都是其中一種的 一個寄生 就是一個真菌寄生的情況 這兩個我們不多說了 自己可以有興趣上網翻查一下 我們就說喪屍蟻 喪屍蟻其實都是真菌寄生的一種 當時他進去之後 他就會侵入了這個蟻的大佬 然後導致蟻獨立離巢 離開了巢月之後 他就會找一棵適合的樹 然後就會緊緊地咬住和捉住 然後導致他的包子破蟻而出 從而散佈在附近 令到所有的蟻去感染 這個也是一種繁殖的 其實是一種 它自己去繁衍 但是這一類型 就是真菌寄生的類型 其實大部分 有錯情指證 都應該是昆蟲界的 因為它就是比較侵入一些簡單的腦部為主 主要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剛才說這幾樣東西 寄生體其實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主要說這三樣東西 我們回顧一下 我們有一個毛術 有一個病毒 寄生 那這三種系列 我自己覺得 最有機會真的變成現實的 就應該是病毒系 是啊 不如有些有趣的東西 我們這樣去想想 如果有一天這樣說 有一天你睡醒 新聞報道 香港某個地區已經出現了喪屍的大規模 那 設定是這樣 設定是病毒型喪屍 因為這個我們剛才分析了 可能最次有機會 還要是喪跑 不是那些慢慢走 那隻 喪跑型 那你怎樣玩呢 如果你在當時 你和你的家人 會怎樣想 有什麼部署呢 嘩 這個也挺難看的 不過首先我第一個想 就是要想一條徒生路線 想想怎樣走 你感覺有點像現在以色列打到來了 我作為一個巴勒斯坦人 我怎樣走 在加沙城 要怎樣走 首先要想一個徒生路線 第二個便要想 徒生的途中 你也要有些事情幫助 要找一下工具 我覺得要加一個頭盔給自己 因為它總是會來咬頭的 頸位都要加強 我覺得關節位是最難找的 另外我覺得 我認為World War Z 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議 就是記得用一些貨品 總之這些東西是比較軟 但又有抵抗力的 包住自己 別人咬你就少不免 你沒得避 不過咬到雜誌 比咬到雜誌 好過咬到雜誌 我覺得這個不錯 而且 那個武器本身 最好硬正得來 就要有一種耐玩的那種 上集說到用刀的那些 我當你 就算砍死的喪屍 其實這把刀是會鈍的 刀亦會斷 會裂 所以我們經常說過剛易折 反而鈍器就玩得久一點 最後 如果帶著一群家人走 要有團隊 誰走頭誰走尾 其實如果一個人生存 和一群人生存 我覺得那個行為模式 都頗不一樣 這個絕對是 這個絕對是 我以上非常同意 就是那個 威波斯那裏 我覺得這樣 如果你要對抗喪屍 他們其實 我們當他們的行為 喪跑型 但是他們的行為 其實都是 沒有武術的 都是衝過來咬 我覺得手套 和手臂的位置 其實都要包一包 我覺得 威波斯用書 是比較好的 因為紙 其實你想想 是難咬得入的 如果你說海綿 可能軟一些 它都咬得穿的 我覺得挺好的 還有鈍器也是 因為 如果你刀 我當你削鐵如泥 你把刀掩穴刀出來 這樣玩 我當你很厲害 你砍得多少個 現在你要走路 你不是要殺光他們 還有一件事 血是會傳染的 其實你這樣大刀大刀下去 其實你彈到臉 你其實清洗 是否確保每一下都很小心 還是第一次彈進來 那一劈血已經牽到眼睛 其實你就中了 所以鈍器就好像好一點 我覺得 激到它 可能一隻半隻 激到它走 你可能會比較好 還有你說到家人 一班人 或者是 一隊人和自己走 是兩件事 有時候這樣說 你有家庭 我有很多寵物 我就覺得有時候 怎樣帶寵物走 有時候都會想一下 有什麼事 帶寵物走 其實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狗呢 我會覺得比較容易帶走 狗呢 你可以看回有一套 那套叫什麼戲 我們Mike和你聊過 那個 那個 有隻狼狗 那部電影 我才是傳奇 是 那套戲 譬如狼狗 你訓練得宜 其實它幫到你之餘 還有它可能是一個 可以很紀律性地跟你一起離開 但如果你說貓這些 是難搞的 我想大家養貓的聽眾 可能真的思考一下 有些什麼未必說喪屍 有些什麼大事件 天災 怎樣帶貓走 其實他們不喜歡出街 還有經常叫 其實會很容易暴露到你的行蹤 這也是一個要想的事情 還有我覺得 我平時很有趣的 我經常想起 古形青怪的事情 我會有一個走路袋 那Larry有沒有準備走路袋 我就沒有準備的了 你說走路袋 平時跟女兒出街 因為她小時候 你知道小朋友小時候 又要帶奶瓶 又要拍片 那些 真的有個走路袋 但是 人大了 廁所又會去 喝什麼 吃什麼都跟大人差不多 就反應沒有準備 OK 這樣吧 我有個走路袋 那說一下有些什麼有趣 其實就是 大家如果野外求生很強的網友 就有請指證 我自己 簡單的 型格 爬山城 一定要有 急救包 頭燈 我就不喜歡用電筒 頭燈就真的最好的 因為你看到哪裡 光源 電啊火機啊那些刀 都一定要有 那最重要 我其實自己會有一件 戰術背心的 那戰術背心當然不是 重獨獨獨的那些 那為什麼呢 戰術背心 未必有擺東西在那裡 只不過有時候 如果你走路的時候 如果那些東西 全部塞在背落 你有在視訊上 緊急要用的東西 你真的在一個 隨身最好 就抽到出來 就最好了 那些東西可能 到時看是什麼 刀 或者什麼 或者有些電筒 可能放在那個 戰術背心上 那你就可能 會比較好 快一點點 那個反應 還有我就會有一個 水袋 那就是那些 背著背脊的水袋 那你如果經常拿著 即有條喉 那些 我想如果大家 是軍事的 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那有條喉 就搭在肩膀那裡 就隨時拿來擠這樣 那就好像 比較好 走路上面 拿著一支瓶 又要開蓋 其實都很麻煩的 我覺得 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個走路袋 其實你這個走路袋 已經很齊全了 你說要 有沒有些食物 有些求生的燈 因為其實你講真的 你去到野外 你要全天候 無論是光與夜 室外室內 你都要兼顧的 所以那些食物 要硬正 要耐 但是有些 例如光暗 照明的系統 你也要有 水瓶一定有 食物 一路補充 一路走到哪裏 對 對 都是大致上 就是這樣 另外 一定要有個 互生的東西 這是很重要的 你不知道會遇上什麼 俗稱 你去到喪屍求生 你的敵人有兩個 一個是喪屍 一個是人 沒錯 沒錯 說到這裏 我又有些有趣的 想想 我覺得喪屍 打喪屍 就真的用盾力 但是怎樣都要 因為你沒有理由 看到喪屍的時候 你會用刀劈 你會看到人 拿棍毆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 我假設 你見人的時候 比喪屍更凶狠 喪屍 喪屍也是 傻傻的 他也是沒有意志 不過他就是 生理反應 撲你 人有戰術 他們是懂得來 如何圍你 所以到時 如果有利器 我一定可以劈人 盾氣 出去打喪屍 很多人可能會這樣想 不知道你怎麼看 是啊 我其實就是想這樣說 問題就是 你盾氣 當然是打喪屍 你擊倒他就可以了 你不用打死他 你勾他一下 他可能會倒塌 或者躺下 你就會走 但是你對人就不同了 你那一枝棍人 沒有威嚇性 我們先不說有槍 我們說香港 你大部份人都沒有槍 九成人都沒有槍 你一定是拿刀 刀是最大的威脅 你拿一枝棍人 真的未必會害怕你 所以我覺得拿刀是對人 拿棍是對喪屍 還有我自己有想法 我們如果在香港 我知道這裡 軍武網友 很多人都懂得用槍 但是我自己覺得 縱使懂得用槍也好 真的遇到喪屍的情況 不要嘗試去想拿槍 因為首先第一 大部份人沒有槍 第二 你去拿槍的途中 其實都可能很危險 如果大家都是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都很兇險 就是 一分鐘不是被喪屍咬死 他只彈打死 一分鐘 是吧 我覺得這樣 這裡我們喪屍就分享到這裡 有些很有趣的 聊聊天 吹吹吹水 網友可以留言一下 究竟大家 有沒有脫有一個生存搜冊 是吧 可能 也好玩的 我覺得這件事也有趣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樣 最後這樣說 有些自己的提法 2020年 經過了這次病毒的攻擊之後 我就覺得 其實真心 我覺得 各國的政府 其實都還沒有 是可以 有預備對大規模感染的情況 就是這個全球 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嚴肅的問題 究竟到時候自己怎樣去自處 其實還有一件事 近年的戰爭 氣候變化 或者病毒等等的災難 其實我也覺得 大家應該想想怎樣應對 譬如說真的 有空便想想 這些其實當作想想 自己笑笑 有事的可能有機會幫到自己 但是如果沒有事發生 原來想了 都是傻的 只是傻想的 有空和子孫分享自己 當時想想 這麼有趣的事情 其實都會開心 我覺得 好 所以我們這一集 即是不正常人類研究所 即是喪屍的下集 就來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更有趣的分享 記得在留言區 留下的訊息 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們下一集 不正常人類研究所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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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